好 欢迎您来到TBBS战情室 我是钱子 柯文哲今天会不会被积压 北院今天晚上8点会开积压亭 而我们TBBS战情室 整整三个小时会在这里 跟大家讨论这个重大的议题 先来介绍今天晚上参与讨论的来宾 首先是前立委沈富雄 台北市议员何孟化 民众党中央委员张何树 立法委员洪孟凯 立法委员叶元居 台北市议员刘采薇 以及廖达奇教授 好 观众朋友 我们知道这个柯文哲这件事情呢 现在被积压 现在被这个 我们看到检调正在讯问他 积压亭是今天晚上8点要来这个开 开积压亭 那柯文哲是涉嫌 行贿以及徒利 一开始只有徒利罪哦 那经过了这个长时间的证据的搜集之后 连涉嫌可能收贿的罪嫌呢 都被检方来当作成堂的证供 要请法官来裁定 而这个理由啊 包括徒利之外 又多了一条收贿罪嫌 我们现在看到了哦 包括哦 法官说今天晚上8点开这个积压亭 应该是万众都非常的瞩目 我们来看看相关的详细报道 下午一点多短暂休息用餐后 柯文哲委任律师再次回到北院 因为金华城案 还有另一名同样被胜压的被告 前北市副市长彭震神 31号晚上检方就胜压 柯文哲到了隔天下午都还没开积压亭 之所以时间会拉得这么长 就是因为检方申请限制月券 所以在一早8点半就开月券亭 检察官到庭说明申请理由后 法官裁准 并且暂定晚上8点半开积压亭 柯文哲律师得在这期间月券 月券结束后接见柯文哲 法官也会在绿件的时间来月券 绿件内容很顺利吗 律师月券期间只有中午休息一次 彭震神律师低调不用回应 检方除了要跟柯文哲律师展开工房外 还得回应外界的质疑 这对柯文哲的案件 北检又再度发出声明了 他们也再次的强调 当时候柯文哲在北检复训的时候 检察官有跟柯文哲说 如果你觉得累的话 可以先休息再接受训问 但是遭到柯文哲拒绝 另外他们也强调说 并没有民众党所指控的 翻箱倒柜搜索的状况 院方公布家庭的时间时 还没有决定到底谁先谁后 不过金华城的案件错综复杂 家庭上恐怕又是激烈的简便斗法 好 这个柯文哲会不会被积压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在社会上也有很多讨论 昨天我们战情室在这里 一样来宾都觉得说 有可能被积压的可能性非常高 那大佬你觉得有可能被积压吗 你现在看到的证据 主持人 我向你坦白 我从今天早上5点半 他出家门出早餐 到此刻我碰到的人 大概都问同一个问题 柯文哲会不会被压 那我对他们的回答 我是一个干脆的人 我比廖达奇在预测事情的时候 更干脆 但是碰到今天这个 我其实心里头是有点犹豫的 因为我觉得如果不压 那后果是蛮严重的 但如果压了当然也很震撼 但是那个震撼是比较干净利落 那现在要压他 如果要压他利欧大概就说他会逃亡 会穿政这都没有问题 但是他的前提是他的罪 是重罪 那重罪 我觉得土利比较难以界定他有多重 那我觉得是贪污比较明确 但贪污就是这个金流 金流要非常的明白明确 方向要明确金额要明确 但是从昨天到今天 讲到金流 第一数目都很小 数目都很小 这个胃口真的不大 而且处理的方法都是有点幼稚 所以我觉得如果检方靠这些传闻的东西 要来说靠这些金流 我们来确定你的贪污的罪嫌 所以因为这个罪嫌很重 贪污的罪这个期马起跳的行度都很高 所以你会逃 我是相信柯文哲不会逃亡 他也没地方逃 他逃到美国去也藏不了身 他到美国去也人生乏味 所以他不会逃 但是篡政的可能性是很高的 非常高 所以我的结论就是说 你检方今天晚上八点以后 给国人出来的你的道理 应该要让这些小草闭嘴 没有话讲 就没有话讲 如果你出来的道理 留了一个空间 让大家说 怎么只有这样 那我觉得是不好的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是代表我们司法体系的羞辱 但是如果他们的理由 不错可以 那小草门或者是民众党的党中央 仍然继续这一两天的定调 采取群众运动的方向的话 那个我敢讲就是 我们台湾政党政治的堕落 堕落 这个神道老之前有讲说 他被羞押的可能性蛮大的 之前前两天的你的预测是这样 我刚才也这样讲 对 我们必须讲 因为这个羞押亭是八点才开 现在是下午的六点钟 现在都还不知道 不过有律师讲说 晚上十一点是关键 为什么 因为如果超过十一点的话 就是深夜 那可能就是疲劳训问 他可以拒绝 这是律师的说法 因为我们不知道 这个羞押亭要开多久 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三个小时还是四个小时 或是开到午夜 那如果说他拒绝 这个深夜来训问的话 有可能明天早上再开羞押亭 我们去暂停文献的节目 本节目继续 这样好不好 大家24小时 接力不断电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法官 鸡押亭的法官是谁 据说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法官 他叫做朱家义 那外形看起来很像刘德华 所以有人叫他北院刘德华 那主要是这个法官 他审过很多有名的案子 像是过去的黄世民泄密案 太阳花学运案 李恒龙行贿立委案 2020年那个时候 还有刘乔安的仲介麦银案 都是他审的 那我们看到这个大佬 刚刚已经讲了 这个柯文哲 你认为他自己心里有数 一生最风光的十年 已经到了穷途末路 那挺柯的或反柯的 觉得他应该被关的 或者是觉得说 他是被冤枉的 都有在一届有挺他的大将 像是沈正南 这个很有名 他经常说柯文哲 这个只是因为 金华城案这件事情 说 我们看到媒体报道 一百七十万七百万 其实必须讲 现在北检都没有承认这些细节 这都是媒体所谓的独家报道 我们不知道他的真实性是什么 他说如果只收这么一点点钱 那什么意思 柯文哲比较小咖吗 那另外呢 我们看到前幕僚吴静怡是说 柯文哲的政治真操 已经毁于交代不清的真操 现在已经变成我们社会 非常大家众所关注的话题 请教这个江议员 其实我们身为地方 在地看到这些问题 其实我们都不了解说 到底真相是如何 但是我们跟柯文哲的了解是 他不可能去拿不应该拿的钱 连事就不可能 更何况像外界传出说 有七百万还有什么一百七 到底是真相真的吗 因为我们党中央紧急 也有开一个记者会 这个其实都只是在听说 但是如果没有金流的话 你要压他 我觉得我问了十个律师 我们当天开中央委员会也有说 也问国昌说 这个压不压 不可能 没有金流怎么可能压 国昌 他说没有金流要压不可能 但是柯文哲在之前就已经有谈过 如果要交保他是拒保的 拒绝交保 他完全是拒绝交保 因为他感觉说 我就不可能 堂堂堂的人 有就有 没有就没有 我还是要 如果有的话一枪毙命 让我们这些小草看清楚 柯文哲的整个一个为人 但是我还是目前到现在 我们是相信柯文哲的清白 因为你看看 像连我们的 中小平他说 五亿的我们公关备用 在柯文哲的身上就有三四亿 是真的吗 检调赶快叫他去问 最好的证人 对不对 搞不好是 是不是他有看到是他拿去的 不然他怎么知道 连这个 我假新闻都那么多 刚刚才说的 四点多才说 中小平议员说 他有五亿 这最少在柯文哲的身上 是三到四亿 他是很明确的说出来 这请调赶快叫 叫我们的议员 赶快去了解一下 叫他去问 这个很好的证人 都可以马上收邀 柯文哲 我相信如果真的有收钱 这条纸我相信 这也是大家期待的 如果有 柯文哲就是结束 你刚刚有提到说 柯文哲拒绝交保 他是完全拒绝的 因为他觉得 我就没犯罪 我没犯罪 今天如果我是清白的 我总要捍卫我的权利 这种问题 我没有的问题 你叫他交保 不管是五万十万就对了 小丑一定会去交保 但是这个是他要的吗 他不可能他不走 他走不路 还有谁含的 超到他的一个金流 人家说 我明知道你要来我捏 我还会把他人放在家 这正常的逻辑 连大家都知道说 礼拜五早上七点之前 就会去柯文哲的家中了 连这个大家都知道 为什么柯文哲会把钱放在里面 他绝对交代得清楚 那不是他的 他不拿 这个我是相信他的人格的 来 请教议员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柯文哲这个案子 不是我们今天精华 精华城已经讲了非常久了 不过到今天 为什么民众党或是我觉得 甚至柯文哲会如此信心破产 是从之前的 我们看到政治献金案 政治献金案到后来的精华城 精华城案也已经有几位的议员 像是应小卫议员 像沈庆金 他们都已经被羁押 被检方叫回去就是搜索 但我觉得现在柯文哲 是非常的有道理 我觉得民众党今天 他们还是不断的 在跟小草门说 跟大家来说 说柯文哲是冤枉的无罪的 我觉得这很难来说服大家 我们可以知道 很多的公文 甚至连议会的调查小署 都显示出彭震生也说了 这是由柯文哲来亲自交办 今天不管有没有金流 如果没有金流的话 柯文哲有没有涂利罪的嫌疑 这为什么检方要去搜索他 为什么检方要去今天 把柯文哲叫去问话 而且如果他今天问话 我觉得柯文哲他用的 整个方法从他一开始 被叫去问话 到后来被逮捕等等的 一连串下来 大家会有更大的疑问就是 好 如果真的没有问题的话 柯文哲好好的去跟检方来说明 说明完了之后 好 可能吴邦请回等等状况 都有可能发生 不过柯文哲在第一天晚上 他就想要说不要夜间争讯 夜间争讯他想要回家 所以因为想要回家的状况 离家可能就会有 串政等等的嫌疑 所以必须要被逮捕 在这种状况之下 我觉得被逮捕之后 我觉得被激押的可能性 就非常的强了 因为如果是激押的状况下 其实最主要的还是 有没有串政的嫌疑 但如果柯文哲都想要回家了 甚至我也可以看到陈佩奇 不断的在外面 就是跟小草门来讲话 这其实都有隔空串政的嫌疑 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 如果真的有串政等等的嫌疑的话 但我觉得逃亡的话真的也不会 我觉得其实柯文哲 作为一个在野党的主席 他也不可能逃亡到哪里去的 不过串政这件事情 是非常有可能做到的 所以我觉得这是 会不会做激押 最后的标准是在 不管是有没有金流 或是怎么样是土利还是贪污 重点是有没有串政的嫌疑 因为这整案还在调查中 所以你判断他有可能会被激押 我觉得还是蛮有可能是被激押的 好 我们先进一趟广告 好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检察官非常非常的慎重 包括这个深压庭 他是用限制月券的方式 那他要求这个被告以及被告的律师 他的阅览范围内容 不得作为积压审查 就是说我们有一些地方是你不能去看的 那什么叫做限制月券 就是律师过去其实是可以直接把整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月券的内容拍下来 或者是影印带出来看 然后去准备答辩 这是一般的情况 可以提前月券 可是这一次 律师 柯文哲的律师只能手抄重点 那这个法界就分析说 这是非常非常防备 防范被告 怕串政 怕泄密 所以才会用这样子的方式 于是呢 这一些律师只能靠大脑去记忆 记忆这个检方他起诉的内容 哪一些证据 然后用大脑记下来之后 用笔写 写下来东西也不能带走 然后就要去开寄压亭了 我们来看看 如今柯文哲遭到生压 寄压亭前 委任律师郑申源按照惯例 抵达北院先进行月券 但这次没这么简单 检方提出限月 40分钟的限月亭 让五名律师当庭月券 正常来说 若月券没有限制 辩护人可以影印整套券 带回去研究 而限月则会对内容 或月券方法加以限制 这次检方并未要求 限制内容只限制阅览方式 由检方监控 律师可以当场笔记 挑重点钞 无时间限制 但家庭结束后 整份笔记也得交回 会需要加以限制 就是因为券中很有可能 有秘密证人的名单 而检方并不想在月券的过程当中 将这份名单泄露出去 毕竟这次柯文哲的搜索行动 检方认为被告并不是很愿意配合 不只搜索当天公开喊话 拒绝叶真还想离场 被当庭逮捕 甚至声请提审失败 外界猜测这一来一往 检方更加不想手下留情提出限月 例如说组织犯罪 或者是一些金融犯罪 由于这个犯罪的可能会涉及到 不同的犯罪事实 以及会涉及到不同的 多位的犯罪嫌疑人 在这种情况下 检察工为了防止相关的资料 这个其他被告 其他犯罪事实的部分外泄了 就有可能会做限制月券的动作了 请教廖老师 因为刚才沈大老说 职业点名我 说我做预测向来都比较保留 他向来比我大胆直接 所以我要回应他一下 他刚才说积压的成分很高 我说几乎是 百分之九就要积压 我还是保留一分 学者讲话都是要 百分之九十九 九十会积压 九十 九十九 九十九 好大的胆子 好大胆子好吗 我就是跟你这次不要下 因为你退居了没有关系 对对对 好那我也稍微解释一下 我为什么这么大胆 因为我毕竟是学政治的 好那今天这些讲的 都是蛮法律上的一些 专有的term 包括一直限制 就叫限制越卷 很多东西我觉得 倒是柯文哲的案子 让我们这全民恶补 脑补这法律的知识 真的要快速去学 但我顺便先讲一下 庶民生活里面 因为昨天你们在讨论 柯文哲的案子 因为柯文哲已经这几天了 我也觉得被媒体轰炸 差不多了 所以昨天晚上跟朋友去吃饭 朋友第一个就说 我们来点一个积压拼盘 我说积压拼盘可以 这家有没有 他们就笑起来 其他几个都比较年轻 才懂得他们要积压 这样子昨天晚上 然后我在看脸书 我的同学生们 在脸书上发表什么的 现在都非常流行 点积压 点积压 就吃饭点积压 也说社会的氛围 那也可能我接触群体的有关 这社会氛围在累积说 应该要积压 那个压力其实蛮排山倒汗 但当时是政治层面的 但就法律层面的 我看到就我阅读不到的 包括这个限制月券 显然还有包括前一段 柯文哲不是在被侦询到的时候 他说我要找到去禁止开门 当然也被很多人嘲笑 包括在脸书上我看到 我的一些朋友也在 就是年轻朋友们在笑他这个事 但是深层解释 我读到也有些律师认为这是 柯文哲觉得 就是检方来询问的时候 觉得情况有点不妙 就他趁机要找些借口来拖延这个 这是一个工坊 当然这边大家也可以看到 对柯文哲来讲 他的团队绝对不缺律师 而且都应该算是还蛮强的 一个黄国昌 毕竟法理 条理 逻辑都非常的严整 黄神山也是律师出身 所以这方面柯文哲本身对应 就有律师的工坊的能力 当然检方这边也不出大的阵仗 所以到最后要走到法院去裁决 这样子要不要积压 我想那个证据力 包括他要限制月券 刚才的报道上 显示说整个对于检方来讲 他们要有十足的把握 而且也不愿意让所谓的被告 有充足的准备 或是有串阵陷命 也就牵涉 可能这个证人牵涉的就是 大家觉得会判比较重罪的 所谓收贿的问题 跟所谓那个图利 大家觉得比较容易去理解 但是收贿牵涉到金流 还有那种对价的清除 这种东西的检查证据 要找得非常的充分 那是非常困难的某种程度 所以这东西才会这么隐秘限制 这是我的理解了 因为我们看到的资讯 都是这两天这样分出来 我们在上法学课程一样的 所以我个人的判断是这一局下来 虽然法院其实整个来讲 法院本身就法官本身 其实还是有某种的独立和公正性 当然检方是属于公的方 他当然希望他的案子是一定要 他要这么提醒法院裁举身压 当然法官本身 一定要看到足够的证据才能够证明 所以这中间的攻防 我们也看到法官其实在我们社会 还是有公正性 要不然不会三中案 国民党的三中案 每次被检方提出来 最后都平反了 国民党的三中案马英九 也没有因为三中案被羁押 所以其实检查方能够 这么强烈的去要求羁押 至少因为国民党案子 就是三中案其实是很多 很多政治的一个因素在操作 这个案子检方可以走到 提醒深压的这样子的步骤 而且对柯文哲一度据说上上手铐 当然这中间 大家都可以做很多政治解读 但是这种动作作为 当然是跟柯文哲本身的抗拒 有关系了 因为柯文哲并不是像马英九 完全配合这样接受审讯 但是我想这个效果上 还有这种整个举证的状况上来讲 可能对法官的说服力是存在的 所以我这次愿意比较大胆的 超过沈大佬的预测来说 比较有机会 而且是达到99%的机会 去羁押我们的柯文哲 这样子神大佬也许等会要找我 押给麻烦 你先不要讲话 你讲得很长 是不是再重复一句 你99从而而来 你不能说检调单位 向社会的氛围低头 你也不能说检调单位 像因为柯文哲的态度而改变 你再讲一次 为什么高达99 哪一点让你觉得这么强 我觉得我的判断 因为我们没有数学的依据 来跟你算一成 我也没有看到职业证据 这99%也就是说 我是保留一分时 我人都可能犯错 但是基本上我认为是 一定会积纳 但是人会犯错 会靠自己的主观 会靠你证据不足 资讯现在还是有限 我们是间接资讯下 在做判断 所以我愿意保留99% 大佬 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 柯文哲其实不是很配合 从他这个道案说明到现在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他第一个态度不是很配合 对检方来说 第二个是你限制阅卷这件事情 其实某种程度留了一个伏笔 里头刚刚我们记者有讲 有秘密证人 有人咬他 大概是我的判断是 他的被积压的几率也非常的高 可是我不敢判断有多少 我们节目今天到9点 但是这个积压停8点开始 到9点以前一般来讲 应该是不会有结果 有可能是要到清晨左右 才会有今天的一个结果 但是当然我们旁边 都一定有这个标语 就是还没有判决确定 都是无罪推定 不过在这几个点上面 我想第一 因为这个案件是高度瞩目 从礼拜五到现在延伸下来 所以检调以及法官 一定是以最谨慎的态度 来去做推进 第二 有没有所谓的柯文哲逃亡之余 或者是 应该我也判断是不会有逃亡之余 但是就主要是 有没有串供的一个状况 因为现在看起来 几个主要的关键人物 包括说省清金 包括印小卫 其实都已经被羁压了 但是在这一次的限制月券 其实就有一个 大家要去注意的地方 就是说是不是有所谓的 关键证人或是秘密证人 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曝光的 而这些关键证人或秘密证人 有没有可能就会是造成是说 他到最后要被羁压的可能性 因为如果说假设他没有羁压 而柯文哲出来之后 是不是有可能有再去 跟这个关键证人或秘密证人 这边来去做联系的可能性 我想这一个部分 会是今天晚上 羁押亭的一个攻防重点 跟攻防焦点 那再者 整个案件那么多年的时间 以及牵扯到那么广 你说真的参与其中的 只有这两三个人三四个人吗 我觉得可能也不至于 也因此当然现在就是 检调在收网 这也是为什么 从上礼拜五的时候 检调一次可以发出 55张的一个搜索卷 同步北中南东 来去做一个进行 我想这就是代表是说 他现在过去已经收集了很多资料 然后现在这几天来做一个收网 所以检调也一定是 掌握非常多的证据 希望是说一次就能够有所羁押 并且在这羁押的过程当中 逐步的突破新防 来去把这个案件水落石出 那当然最后 我觉得在月券的同时 因为限制月券 所以说考验 刚刚主持人这边有讲到 是考验这个律师的记忆 不过律师的记忆 其实主要我觉得不困难 但困难的点是在于 是说当他看到券里面 有没有一些关键的证词 或是关键的一个状况是 之前跟柯文哲 在讨论案情的时候 没有被讨论到的 因为这个其实才是关键 就是说可能对柯文哲 这一方来讲 他已经把他记得的 或是说他说明的 已经有跟律师 已经先做过沙盘推演了 但是真的看到券的时候 才发觉说检调 其实从什么角度 以及他可能检调 掌握了更多是柯文哲 之前没有跟律师 讨论到的部分 所以我想在这八点之前 律师跟柯文哲还会再去做 进一步的讨论 我想这都是 任何当事人的一个权利 但是八点的这个积压停 我也必须很负责任的 跟各位观众朋友说 至少有可能在九点以前 以及不会有结果 那可能今天会有结果 都一定要到清晨左右 可能会到接近午夜 一般的判断是这样 不过观众朋友 法界讨论很多 我们看到有一位律师 他就分享了2023年的 律师考试的一道题目 他说太巧合了 这个题目的内容是这样 他问这些想要当律师的 这些考生书 他举了一个例子 就是家 这个凌晨1点 这个贾表示很疲累 想要回家休息 并且行使兼默权 检察官当庭宣布逮捕贾 让他休息到早上八十 最后这个人 他被提起公诉 这是一个考试的题目 跟现在阿伯的状况 很像 所以法界很多人说 被积压的可能性 可能70%到80% 我们进一下广告 我们看到这场是法律攻防战 包括在检方这边端出了最大的阵容 他们叫做端骨 这个端骨媒体冠上了很神秘的一个这样的封号 神秘端骨侦办 过去像是端骨有这样的集结 是办什么样的大案呢 包括2009年的高铁闭案 以及远雄大巨蛋闭案 马英九三中案 还有包括斯烟案 小英的那个时候的专机 还有立委集体收贵案 还记得吗 SOGO的这个案子 所以就是很慎重 这个没有办法等闲试之 非常的这个齐全的阵容出来 包括那一天到柯P家去搜索 带队的人是谁 减速黑金专股的主任叫江真玉 大家看到媒体可能 可以拍得到这一位这个铁察官 他一直躲在 也不是躲 他站在柯P后头 其实蛮礼遇的 必须讲 一直跟柯P说 请上车 请上车 那柯文哲就是对着镜头 讲了一段话嘛 大家还记得 就说有什么证据 这个政治迫害 像类似像政治的这个宣战 我是最大的在野党的 这个党主席 这个无故的来逮捕我 证据在哪里 像是这样子的事情 他也没有阻止他 他只是在后头 不断的提醒他说 请上车 请上车 这是北检天下第一组 出手了 那有多位 我们看到呢 减速黑金的专股主任 领导多位检察官 来共同办科 那你也可以看到呢 这个检方是 非常的重视这件事情 那我刚刚讲到 医师派 沈大老也是医师 医师派有人 鼓手叫好啊 耳手称庆 也有一派的人说 我认识的柯P不是这样的人 包括这位医师 冯启燕医师 他说 柯P不会贪污啦 如果真的有拿钱 你把证据秀出来 这位医师说 我跟柯P认识将近30年 我所认识的柯文哲 也许会有一些奇怪的坚持 例如 骑一日双塔 也许会有一些被众人批评的决定 例如 本来同意了蓝白河 后来又坚持选到底 可是 他绝对 不是一个会贪污的人 周围的人这样讲 我们来看看 台北地检署针对重大错综复杂的案件 成立虚设的端谷 而这次进华城弊案错综复杂 重新启用 北检30号对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启动大规模调查 兵分40几路搜索 其中侦办案件繁多 包括进华城容积率弊案 政治现金等五大弊案 北检第六度设立端谷 而端谷又是什么 每位检察官都会分配到一个股符 因侦查不公开 每个股符在电脑系统都有加密 检察官只能查询改动自己的案件资料 由于2009年高铁闭案案件庞大 首度启用端谷 检察官共享资讯 就像共用云端一样 侦查结束就关闭 重大案件还有 马英九三中案 总统班机的撕烟案 以及立委集体受惠案 成立一个虚拟的端谷 让例如说五位到六位的检察官 同时成为一股 而这检察官就可以互相交流 手上的相关的资料 用这种方式来一起来办案 那这种案件其实是非常少见的 15年来只有六次启用端谷 更有一说凡端谷出手必属大案 众多检察官共同调卷 抽丝剥茧查出真相 何文哲卷入五大弊案 结果如何就看端谷 最后攻防 神秘的端谷 端谷出手必属大案 现在是大案 因为应该是这样讲 就是说 讲官可能认为说 何文哲现在设的什么几大案 包括政治现金 包括金华城 什么四北科 他彼此之间有关联性 所以前两天虽然是用金华城 这个案子请他来 可是一直在问他那个木可的事情 所以那既然每个假案都各自办他手上的案子 彼此又有关联性 那他就要成立一个端谷 那我自己预测一下 我觉得今天应该是会有结果 虽然说刚刚前子拿了一个新闻出来 说有律师讲说11点的关键 因为按照法律的内规 11点被告可以提出来说 我不想再征讯 我要每个天早上再征讯 但问题是我们这个 他今天那个庭是8点开吗 我是觉得不太可能说8点开 开到11点忽然不开了 因为你可以提出要求 但是法院也可以不允许你 所以我认为法院今天应该会审出一个结果 而且没有结果的话 柯P从礼拜五早上 从搜索开始到现在已经多久了 已经有六七十个小时 三天三夜了 这其实真的是 我认为真的是有点疲劳训问 被训问了四十几个小时 所以我觉得今天应该是会有结果 结果到底是什么 因为我有跟我身边的律师朋友讨论 因为大家都很关心 律师朋友是讲说 被羁押的机会非常高 原因是什么 原因就是当时那天 柯P从廉政署移到北检的时候 他说他要回家 被当庭逮捕 逮捕的理由是 刑事诉讼法第228条 那条内容是什么 内容就是说 讲官说我就是要羁押你了 所以我要把你逮捕 后来他的律师不是提审 提审就是让法官来判定说 这个有没有羁押跟逮捕的必要 结果后来法院把这个驳回了 代表说法院也认为 可能是有羁押的必要 如果按照这样的逻辑的话 他今天被羁押的可能性是非常高 第二个就是 本来柯P是被指说他是土利 土利大概是5年以下 土利是在贪污罪里面 不算是最重的 可是问题是现在简方 把一个所谓的不明金流 去跟这个事情做个连结 把它变成一个 违反职务的收费罪 这就是一个重罪 10年以上了 所以接下来我觉得关键 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关键是 法院认不认为柯P这个金流 到底跟金华城 有没有对价关系 我想柯P的律师的辩护策略 应该也是把这个脱钩 就是说第一 柯文哲到底跟金华城 得到这20%农机奖利有没有关 因为职务越高的人 他的职务 他职务就越不明显 就比如说你是一个科长 你决定的是市长 市长真的有影响到 这个都委会吗 对不对 这个第一个脱钩 第二个 那就算有金流好了 就算他用ATM存了这些钱 那这些钱就是金华城给的吗 对不对 这个你要证明 你也要证明 你不能讲说 他存了一些钱 那个钱就是金华城给的 那如果没有办法证明的话 那违反职务的收费罪 不成立的话 那也许他就不是贪污的重罪 那可能法官就会 今天其实律师 除了阅卷之外 我知道他有绿舰 有绿舰柯文哲 所以我想请问一下 这个江议员 柯文哲现在你可以透露吗 他的心情怎么样 有没有透过律师转述 还有你刚刚 其实特别提到说 他拒绝交报 因为他没有罪 他觉得他坦荡荡 这个讯息也是他 透露出来的吗 其实这个我们在开中央委会 其实就大家 都有一个共识 但是他的想法很简单 他认定他不可能去拿子 不应该锁他拥有的那个钱 还是说收费 他是一个非常 他感觉说 他就是一个很简单 我说的比较快 那老板烤肉 白白就饱的人 他哪有可能去看 哪知道我会了 我们为什么小草会那么感动他的一点 我还是要呼吁 如果真的有 让大家看清楚 赶快 他到底给谁拿钱 这个才是重点 但是他现在不知道外面有那么多人 如果真的知道外面那么多人 就对了 他不可能不接受 他的高兴会说 你赶快速决 到底有没有 你政府都做一次出来 看谁给我之前说白菜的 他要跟他对击 我觉得他的个性是这样的人 但是他为什么会去说 拒绝夜间争讯 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应该 律师有跟他有其他的工坊 还是有什么的想法 我们当然不知道 因为争吵本来就不公开 律师也不会跟我们谈到这个 但是以我们 如果看到外面那么多人 他最后会叫他们回去 他又是不可能 叫小草回去 他觉得他是个人的问题 他觉得这是我个人 他会解释问题 跟党是没有关系的 他觉得如果是要交保 不要帮他交保 他觉得我没有犯罪 我为什么要交保 如果你今天认定他有 他的金油有问题 很简单 想拿钱给他的 那些人来给他资账 跟他给他加 如果都没有的话 你要用这种言论压力 用假设性放消息的 要跟他说他会逃走 他哪有可能会逃走 你的意思是说 不要再凌迟我了 你有罪赶快把这些 就32倍的赶快 你就打死了 不然你就快把我放出来 我觉得说民众党 我常常说的一句话 我们不是一个人的政党 人们都说你只是一个政党 不要忘记了 我们一直在栽培人才 民众党是给年轻人机会 就是说你只要对政治 有未来的想法的人 都愿意让你有机会去发挥 当然 这个我们还是要 他唯一的错误 就是太相信朋友了 应该相信制度才对 来 江议员的这份说法 就是典型的柯粉或是小草 基本对柯文哲的信赖 就是这个人不会贪钱 从活到65岁了 还掺这个小钱 因为有这个信念 所以他的一番话 其实是有点矛盾 我希望江议员也许可以 给我们解释一下 比如说他说柯文哲 不要保 不要交保 而且会出来像小草说 你们回去 我自己的单 你们在这里干嘛 但是你要晓得 这个民众党的党中央 开了几次临时 这个紧急会议 他们是 一直要替柯文哲 就澄清他的清白 这个我可以理解 我细看他们喊口号 握拳 知识 都很有诚意 那我也不怪他们 因为党中央总不至于说 比检调单位下定论来得早 你都还没下定论 我就说柯文哲有证 他当然是挺自己的党主席 说这个没有问题 但是他的第二步的做法 他就是呼吁小草 在今天早上10点要到现场 这个是党中央呼吁的吗 早上10点来 有下令 他是有下令 都希望说让大家来关心柯文哲 但是这不是柯文哲的意思 这是党中央的意思 所以结论就很简单 就是说党中央这一部分的下令 是跟柯文哲的心里头的愿望 是冲突的 是矛盾的 柯文哲不屑这种 不是不屑 他不希望小草受苦 但是这个很重要 我认为柯文哲如果道理充分 就是没有无懈可及 他不至于把他的这个案子 这么彻底的转换成群众运动 这个要变成群众运动了 他们说还要连署 向国际呼吁 我有看到 这个跟我当年被逮的时候 很快的我的案子 就变成国际问题了 所以这个就是当年的群众运动了 所以这个也不太合理 那你刚才所讲的说 那个限制月券 对不对 因为他怕滅政或是怕沟窜 但是这个又跟黄国昌 目前的讲法 这指责 对简单的指责 又不谋而合了 因为黄国昌指责说 你用A案来找他 你去查B案 但是现在柯文哲的麻烦 其实是他自己招来的 就五大案 然后再加一个 政治现金处理案 还有再加一个选票 补助款的处理案 所以七大案 那七大案这里头 黄国昌就说 那你怎么查党中央 但是党中央他只查 柯文哲的办公室 柯文哲的部分 因为柯文哲的手中 这些钱的转来转去 比如说我讲一个最简单的 就是选票补助款 那6000多万 三分之二七千多 他只用了4000多 那些款去买商办 这个最干脆 但是他一直没有交代 真的是选票补助款吗 真的是一次付清吗 真的是付给商办的所有人吗 那谁负责转这些款项 那这个1100多万来到民众党 这个是政府会 1300 1300 这是政府会进来的 那一定会进来是在一个账户里头 那有人把它分成三分之二 1.1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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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7000多万 是属于柯文哲的 那柯文哲在账户里头 要分成几笔交给这个商办的所有人 用什么方式转 这个我们都一头雾水 因为柯文哲不讲 但是你觉得减调到目前不清楚吗 我觉得减调一清二楚 如果这么一个简单的案子 柯文哲都说谎的话 那他今天被羁押的可能性就很大 来 我们进一下广告 好 我们刚刚收到的最新消息是 这个今天晚上柯文哲的案子 要开羁押亭 先传柯文哲来训问 柯文哲结束之后是 彭胜生前副市长来训问 两个人训问完毕之后 最快最快在凌晨 会裁决 法官会裁决羁押或者是交保 最快是凌晨 那有可能会到半夜 午夜 不晓得到几点 那我们看到包括柯文哲是65岁 可是彭胜生更老72岁 今天他呕吐了 我们看到这个彭胜生身体不适 那我们看到媒体也讲 这是司法史上第一次 台北市卸任的政副市长 共同遭到深压的案例 史上第一次 彭胜生前副市长身体不适 我们看到他速度呕吐 紧急送医 不晓得是可能天气太热 我不知道不知道什么毛病 那你也可以看到 他送医的画面曝光了 脚上带着脚铐 有人说是脚铐 这边上面写的是脚铐 像这样的照片曝光 满唏嘘的 我们来看看 正房车开下北院求车道 两名发警打开车门 走向一名男子 看起来有些虚弱 需要人搀扶 他就是台北市前副市长彭胜生 约4小时前 救护车急忙赶到北院 把彭胜生载上车送医治疗 还在等待晚间开家庭 身体却先出状况 因为彭腐身体 就是发生这个事情之后 就不是很好 那时候是还好 但有说有点晕眩 救护车经过时 北检外还是聚集大批民众 由于检方申请限制月券 上午在开完月券停后 还得要加上收息时间和绿件时间 预计晚上八点召开家庭 但就在月券期间 彭正生表示身体不舒服 想到后省市服药 用药过后身体状况却没有好转 还多次出现呕吐跟喘气的状况 院方十二点零六分通报一一九 十二点十五分救护车抵达 到了十二点三十八分 救护车离开北院借护送医 彭正生在京华城案列为被告 从八月三十号早上七点多 住家被搜索 当天晚上十一点多 被移送到北检附讯 到了一号中午十二点多 身体不舒服被介护送医 整个过程大约五十三小时 幸好开庭前顺利出院 只是他和柯文哲上午却没有分开月券 难道不怕实眼色传递讯息吗 这回柯文哲跟彭正生 都被深压等来开庭 那两人本来应该要在不同的地方月券 不过检方考量到人类的问题 把他们集中到了同一个法庭 去做同时的监控 强调虽然是在同一个空间 但都有把双方隔离开来 彭正生就医三点五小时 律师指出他平时都把药带在身上 不知外界质疑就医是为了攻防 而回到后省市 他走路仍稍微不稳 毕竟彭正生已经72岁 长时间处在高压环境 身心灵层面恐怕多受影响 先住彭副市长 他身体是没事情的 但从刚刚这个北院说 会先问柯在问彭副市长 我觉得以在法界上面 有可能的一个状况 就是说今天其实彭副市长 他交代的东西 其实都已经交代的清清楚楚了 所以我先把彭副市长 他交代清楚的东西 再来问柯文哲 还有没有问到的东西 请柯文哲先交代清楚 那这些东西再去跟彭正生来求证 是不是这样子 我觉得这是一个有可能的方向 再来今天晚上 其实一定是会有结果 只是早晚而已 那就看今天两位要不要提休息 因为夜间征讯 基本上柯文哲是不能拒绝的 因为检方他是有权利夜间征讯 只有调查局跟警察 你可以去拒绝他 所以基本上今天就是一定会有结果 但我觉得今天是压定了 但我是劝民众党在压定了 因为其实他说百分之百是不是 我觉得应该是百分之百 因为其实从两个迹象 一个提审被驳回 很显然其实法院也是认为 你最嫌重大 否则他不会做这样子的一个决定 再来限制月券也是一样 限制月券最主要 他就是会怕你串政跟灭政 因为过去的确是有一些律师 他会把一些月券的内容 不只是影印或拍下来 然后跟这一个可能他的当事人 去讨论说我之后 这个东西是不是可以有其他的说法 那大家想一下 柯市长他最长的一个说法是什么 他忘记了 或者是说这个东西其实不是假啦 我只是记错而已 那是不是检方有考虑到这个部分呢 所以才会提限制月券 那最后法院的态度其实也很清楚啦 他就是告诉你的确 我也是认为他有串政或是灭政的可能 所以他也允许了这个限制月券的一个部分 所以我觉得从这两个迹象 其实看起来都代表今天应该是压定了啦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端谷的一个部分 为什么就是端谷 其实基本上就是代表很多的案子 是一起在被审查的 不只是金华城 其实不只是这个北市科 还有包含可能南港第一股菜市场 都有可能 那为什么会问到木可呢 只有一个可能啦 就是因为他的金流都是相通的 而且大家再想想 金华城 北市科 还有地狱雨果市场 这个南港转运站都是市政啊 那都是市政的状况之下 以及你金流是不是有可能相通 以及木可 会不会就是你这一些东西的一个 可能的洗钱工具 所以我觉得检方会启动端谷 这就是因为所有的案子 都在一起做审查 那最后我想要提醒民众党一点 就是刚刚包含这个议员 他有提到说柯文哲拒绝交保 我是建议啦 这种话真的是建议不要再讲了 因为这会被认为是你在挑战我 而且拒绝交保难免会被大家指引 难道现在是在打预防针吗 因为我已经知道我要被羁押了 所以干脆说柯文哲很有gots的 我要拒绝交保 但我觉得这个对柯文哲 现在的状况是都完完全全没有帮助的 是这样 因为刚刚副市长的突发病况 就引起一个 大家说既然彭正生的身体不好 那是不是今天晚上的庭 由彭正生掀开 法院方面好像据说没见 你们谈好就好 但是我还是建立柯文哲的庭掀开 因为那个是高潮 你先开彭正生的 大家等不起 对不对 那听完柯文哲的案子 大家都可以去睡觉 管他彭正生不彭正生 可是两个人讯问完 他才会裁定法官 我讲彭正生接下来的病况 我跟你讲 呕吐发生在一个成年的 不管他70岁不70岁 发生在一个成年的男人的情况之下 呕吐很少见 我请问你们见过男人呕吐吗 喝醉的时候 喝醉喝醉 猴子不酸 猴子不酸 你看通常谁呕吐 小孩 孕妇 小孩跟女人 也不一定孕妇 女人比男人容易吐 几乎不吐的 男人不吐的 为什么 但是就是不吐 他今天是吃了药 有没有科学数据 把他今天 这个是现象 有没有数据 不是现象 这要统计的 这个已经非常常见的 不需要去研究 不需要数据 至少医学上有一个说明 我跟讲 彭志生今天是吃了药 不舒服 然后吐了 然后送去医院就没事了 所以他的身体状况 除非有一些已经有的病 因为他是比以前消瘦了 所以除非有一些病我不清楚 要不然我觉得他的病况 是不足以影响 今天晚上法院的进行 他可能也紧张 包括他昨天 紧张会吐 从来没有听过 有很多压力 或各种的情况在他身上 而且他也觉得他男人歸苦 就是说他为什么会吐 当然是紧张 科学者不会谈入 不代表副市长不会 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对 没想到 我会想到 我们要相信制度 因为我们没有看到东西 你们好奇怪 我从来 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我医生 做医生 我没有看过男生